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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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歡迎各位 來 靜 這個聲音來聽 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 好 沒有關係 本來是很久不太好聽 今天歡迎各位同學來參加我們本學習所辦的第一場故事講座 我們這學習會辦五場 歡迎各位 如果你覺得 剛好跟你的時間剛好搭配的話 歡迎各位今天來參加 如果你的課老師 剛好你是上故事課 你也跟老師說能不能搭配一下這樣 首先非常歡迎各位來參加這場故事的講座 我們是很自由的 我們盡量希望同事講座所安排的講者 他所談的主題是符合同學您的興趣 所以我們同事在這段時間 也開始發給各系所老師 請他推薦同事的老師 同事講座的老師 那我想一樣 我們不發給各位同學 但如果你對於你想聽哪些通事的講座 我們歡迎你 你跟通事教育中心去告訴他 我們應該我們的助理應該很樂意的接到你的電話 這樣好不好 或者是我們有一個通事教育的網站 那各位如果上網看看 了解一下通事教育中心在做什麼 然後呢 如果你有什麼意見 都歡迎各位提供 我們希望我們辦得這樣做事 符合大家的 符合你的興趣 那當然通事向來就不把認為是營養學分 所以符合興趣其實前提 重點是 我們希望能夠既有通事 能夠讓我們師大學生有更寬虹的實力 培養未來的大師 師大一直這樣一這樣 那我今天一樣 我們今天很高興地邀請到的是個教授 但是我 我們還特別邀請我們學校的 有帥氣的老師來做介紹這樣 那這帥氣老師他的這個 他的title很多 我剛剛抱怨那個寫太小 我看不出來 我要拿掉眼睛就不好 所以他只剩下是話語中心主任 然後是 開始來念一下 這個很有學問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的所長 然後是 那是第一級的教授 他是英語系的教授 那我們就歡迎我們的來頭掌吧 副校長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早 今天是 剛剛副校長講的 今天是本校通事講座的第一場 我們很榮幸 請到我的老朋友 中央大學英文系 何春瑋教授 來探討講座 說真的 當初我第一次聽到說通事中心 找何教授來演講的時候 我心裡是 第一個反應是很訝異 因為通事中心 找一個在一些老手團體眼中的麻煩路 一個何教授 對我來講 代表兩個意義 第一個就是 台灣這個社會真的是進步了 代表的是 何教授過去十幾年來 為性權利 性資訊 還有尤其是理性權利的努力 獲得了一個共鳴 已經成為一個共識之一的故話 這是第一 可能是一個比較樂觀的想法 那如果不是第一點的話 那就只有第二點 那表示台灣十大在進步 台灣十大不再是保守 台灣十大 OK 是走在十大階段 不管是第一種因素 或是第二種因素 今天何教授能到我們這邊來 代表的是進步的想法 那我們是不是給主辦台灣一個鼓勵 我說真的 我不曉得怎麼介紹何教授 他 各位都知道 他在台灣是一個中南爭議性的學者 一方面他是兩性議題 方面國際知名的學者 到目前為止他的著作已經有十六本了 因為他蠻高的 所以不敢說著著作很深 不過已經超乎想像之外 另外一方面呢 他在某些人眼中呢 也是剛我講的一個troublemaker 甚至呢 有人視他為毒蛇毒蛇 我想他以前如果沒記錯的話 自己受到很多污名 而且都受到很多謾罵 有沒有人要控告你 應該有 OK 而且呢 他也曾經被 以妨害風化的罪名來起訴 這個後來當然是不罪一開始 對因為在座的同學 大部分應的年紀關係 年紀關係可能 對何教授過去的努力 不是那麼了解 你們對他印象可能是 兩三年前 那個中央性別工作室 那個人獸教的那個圖點 其實就來講 在座同學 男生女生 都是直接或間接 都收回那個叫做 過去十幾年的努力 因為大部分好多是年輕人 可能年紀差不多太少了 可能就是有組分 或者就這樣 因為大家想到 在過去那個年代 所以過去其實也不久了 差不多十幾二十年前 就是 平多是你們父母親的年代 在所謂父權 父權體制下 在所謂一個 男尊禮杯的一個束縛下 女性呢 是 情侶的絕緣體 那時候基本上 社會就只有兩種女人 一種是妓女 一種是聖女 誰是聖女就是 娘家婦女 一旦你被扣上 這個娘家婦女的帽子的話 你當然跟情侶結緣了 好嗎 這些女人呢 偶爾有一些性慌想呢 可能就自己覺得自己有病 也視這個手淫啊 自衛為畏著 有些人甚至一輩子都沒想做過 所以性寶寵 不曉得什麼叫性寶寵 但是這一切呢 都是以何教授 還有他一些朋友的介入 開關 我只要稍微提一個 就1994年吧 我想這是一個轉捏點 1994年何教授 帶頭喊出那個 不要性騷擾 只要性高潮 通過 聽過這個口號同學的角色 真的 不多了 時間 到了中年人 來講 這時間是最大的敵人 另外 何教授1994年出版的 豪爽女人 好不好 看過這本書的角色 豪爽女人 也不多 不過呢 這些都表示 現在身體都已經成為遺產了 就是因為何教授的技術 當初這個口號 不要姓騷擾 只要姓高潮 還有豪爽女人 這本書呢 在整個社會引起的宣改大國 但是台灣女性的一場性德命運 也是從此展開的 所以如果今天各位同學呢 你覺得理性有權 追求真理自主 追求自己情侶自主 有權 就是有心漢想的自由 有守營的自由 而且有追求高潮的權利的話 那你們要感激的就是 相當程度要感激他 就我自己來講 何教授因為他的奴隸名 他已經是注定是要名留 有錢人侵蝕 所以面對歷史性的人物呢 我們要懂得謙卑 所以我對這個議題 其實有自己有一些想法 不過我想我不讓各位的時間 現在就把麥公交給今天主教 本村的理教授 剛才賴老師講的我 爭取很多很多的自由 今天我要講的東西 爭取第一個 色情自由 我聽了他還怕聲嗎 不是 聽我講一講 就跟色情自由的所關聯 因為每個人都跟色情有一點點心 我很喜歡那個幫我按下一頁的人 因為他已經知道我要移動進去 因為我 包含我還蠻多的 但是我準備講到當的時候 十一點大 所以不會動得快一點 各位看到我剛剛講的題目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 叫性政治 要談性跟政治之間的關聯 當然我談的不是政客的性 不是那個性怎麼樣可以讓一個政客成功 或者政客在性上面有什麼樣的物名 我們不談那個 而是談包含在性跟中間的各式各樣的權力的關係 那這個說起來很長 所以各位有興趣的話 請你去看 我們已經出版一本專書 新政治入門 如果你門都還可以入的話 今天我們至少開了這個門 所以你要看理論的部分的話 也請你看 我們網站上面已經告訴你路徑了 請找性的研究室 老性政治 老道性解放 老道性政治ADC 以及其他的長部文章 好幾萬字在上面 歡迎各位看 除了這一本 等一下喔 除了剛才那一本 那個性政治入門之外 我們現在正有一本區 在準備出版中 年底已經會出版 叫做性無需道德 你知道奇怪 你們出的名字好像都是蠻爽動的嗎 其實沒有什麼 因為大家習慣能夠怎麼思考 所以有的時候需要放課一下 讓大家能夠想一些新的不同的想法 我其實覺得大學做到一個很會的地方 就是大學就是一個 讓你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地方 如果大家都要思想怎麼樣的話 也不用上大學啦 只要接受導致訓練就可以了 好 下一個 這個 有人參加了嗎 沒有 是大的學生 你們有待進步 有喔 哪裡哪裡 這裡 對 歐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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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前兩天才能當發生的 彩虹地景 同志大遊行 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 跟這個有一點點關聯 因為下一章 這一經年營遊行的主要訴求 不是阿妹來唱歌 不是大名聊名在表演 而是反釣魚 反釣魚 反釣魚 網路言論和交友自由 情深的資訊自由 這是當天遊行隊伍中 兩個代表性的標語牌 一個是我們自己性別的就是書的 網路性交流基本自由權 因為目前網路性交流受到很大的壓迫 這是我今天要講的主題 另外的話 是另外一個 信上原單位他們寫的 不要書在起跑點 還我情色 越聽權 因為目前的各種審查的辦法 已經使得很多包含其他情色者 和書版品部的言論沒有辦法流通 因為這個問題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有關於性政治 有關於台灣目前的歧視 我今天選擇只來講性政治最新的歧視 性政治最新的發展 也就是透過在台灣目前非常通俗的 常常看到的一些性別案件 和性別立法來瞭解 當性別多元已經成為新興的趨勢的時候 我們社會上有一些保守人士 有焦慮和憂心 已經在性別相關的罪與罰之間 建立起很巨大的差距 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什麼樣的罪的話 應該相應有什麼樣的罰 但是它的比例要向何的 可是保守團體目前建立起來是 罪與罰不成比例 而形成了新的權力操作 使得性的相關出去不得流通 使得性別之間的差距更大 好 我們今天就從這段來看 大家一開始總是要上點基本課 就是理論課 各位看到中央大學 性別研究室的時候 注意到我們有一條斜線 放在性和別中間 我們研究室從來不講性別 男女這個性別 我們講的性和別中間 一定有這條斜線 請問這條斜線是什麼意思 今天我用四個方面來講給各位聽 如果你聽完了以後 沒記住 沒抄好筆記 沒關係 你手上拿的性別就是文宣上 只有這四點 你說現在我用理解嗎 什麼是性別 一 性別不是只有兩性的 既然是一個男生女生 兩性 連最後一部先是不講兩性平等 要講性別平等 因為有多元的性別 性別本身內部就有多元的流動 例如有很男人或很娘的男人 那個斜線就畫出來了 這之間的曖昧複雜 也是分裂而不穩定 特別指向的是跨性別 類似同學部系裡面 也有台南地區別圓 跨性別的群體 俗稱的話有很多 擾頭便系人 陰陽人 斷剛畢復 不男婦女 中性人 這些都是不同的主體 不是只是不同的名字而已 下面的話各位可以看一看 代表人物 南電女的話 歷經大家都知道了 女越南的話 我們國內其實是有 但是我大概還不太方便 把她的照片放上來 所以我們用了一位國外 那是女越南 不要懷疑 遇到跨性別的時候 你的第一個謙卑的態度就是 不要假設對方的性別 結果不要看著她說 你一定是什麼 不 她很可能就不是她的 然後旁邊的是Candy Chen 你們這個更年輕 但是更不知道Candy Chen是誰 這是台灣一位所謂豬性歌手 但是她在台灣的話 發展不是很順遂 所以到國外去發展了 那她的話 女的吧 那要看你要說她的什麼 她的認同是女的 她的狀態是女的 她的生活是女的 可是她的身體 可能還不是那個狀態 OK 所以在台灣的話 其實有很多這樣子的 化性別的狀態 化性別的主體 好 那像我們再來看 像這樣子的多元性別的話 性別這個理論的內涵 二就是 當你遇到了像這樣子的 曖昧的跨界的主體的時候 你慢慢才認識到說 有了性別的性 那個名稱當中 我們有這個斜線以後 可以讓她的理論的內涵很豐富 因為你可以認識到 性別中間的很複雜的關係 開始認識到說 在性部分也有很大的差別 比方說你們都假設說 一個變性人她要從男變成女 那大概就是她會喜歡男生 她因為要做個女人 然後可以跟男人結合 錯 有很多化性也不是這樣的 她是男變女 她們做lesbian 如果你說 怎麼想再想不清 聽不懂這個是什麼意思 想不通是什麼意思 那你表示 你要多認識一些人 你要開始認識到這個世界的多樣的變化 好 性別和性之間有複雜的觀點 可是不能化約 化約是什麼意思 就是剛才講的 男人 男人一定要女人 女人 女人一定喜歡男人 所以Gate被你們罵死了 就說你怎麼不像個男人一樣 為什麼會罵男人不像男人一樣 為什麼一個男人喜歡另外一個男人 就會被大家罵個鑰匙 就是把性別跟性化約 我們認為男人就一定要喜歡一性 女人一定喜歡一性 那才找正常的性 可是事實上就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不可化約性 我們希望用那個斜線測開來 讓大家不要把性別和性太快的等候 性別是沒有辦法決定性向藍色的圈圈 所以各位看到有男生女生 男生好像也有同性戀 也有雙性戀 女生的話也有各式各樣的身分 性別沒有辦法決定一個人 他會對什麼樣的人有興趣 編導過來你的性向你的性傾向 也不一定會籠罩你的性別 同志是不是一定都娘呢 錯 同志也有很熊的很蠻的 很蠻的 很蠻的很熊的很娘的 半妝的都有 各位在同志遊行中 就看到同志的多樣面貌 那你也知道有些同志也會覺得 同志應該只有一個面貌 所以就會罵另外那些面貌的人 同志晚上的吵架都是吵這些事情 也就是說即使在同志群當中 我們有時候對於性別的觀念 都還是蠻簡化的 還是把性別跟性等同起來 如果你是怎樣 就一定會怎樣 人生的事就是那個一定不太確定 2003年曾經有一個case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看到 可能你還在對這個大陸來討論 你回看新聞 周四晚報當時有發到一位大哥 然後在送入監牢 要分到監房的時候才發現 他不是大哥 那個時候就變成一個問題了 明明看起來就屬男的 而且好像也做了五一種身體上的轉變 那到底要把他關到男肩還是女肩 關到男肩他不會被男生欺負 關到女肩他不會欺負女生 可是這個困難的問題 當時候來決定就是隔離間 讓他自己女肩來解決 這一種困難的狀態 在廁所的狀況上最清楚 到底還要上哪 男人廁所還是女性廁所 對你們來講 天津地獄 我是怎樣 我都去上怎樣的廁所 可是有些人 他就是沒有辦法 變這兩個框框 分進去 那他們要上哪樣的廁所 所以我們通常比較主張的是 UNICIZE的廁所 所有廁所都是一間一間獨立的 任何人都可以去上 這樣就可以解決 我們女生的女生 排隊還很久 可是男生那邊都沒有人的危機 我也覺得 那空站男生廁所 在當年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意義 可是現在的話 有了這麼久 對話心點都出來了以後 我們就不需要 再把那個男生女生的手分 再一起組合 以後都會同樣的 只要在廁所 大家都能上 就解決了那個問題 好 理論內涵三 什麼是性別 那個斜 把性和別拉開來的時候 就凸顯出來的第二個字 就是別 別當然就是差異 同時有很多內部的差異 而且性 各種不同的性之間 有壓迫搬性 不性的話你看一看 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有一些獨特的性癖 例如說做愛一定要關燈 做愛一定要在床上 做愛一定不能出聲音 做愛一定要在結婚證書 拿到手之後 做愛一定是異性伴侶 而且一定每天是公事一樣 如果換花招之後 我就說他欺負我 而且一定要男生主動 女生不能主動 主動的話就是 水性洋花 就是燒 就是這個那個 而且做愛的話 最好是那個傳統接待 如果做了很久 生不出來的話 就浪費 之類 很多人都各自上這種想法 可是這些想法 這些很獨特的性癖 竟然被我們當成主流 也是另外下面那些是很強健的 比方說 被物名 被媒體當成奇觀報酬 就是看A店 誰沒看過A店 這都是沒看過A店 是很少的人 可是這一個 每次看A店 都會當成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你覺得這個人 道德上有下的資質 還有人懷情趣 就是用情趣用你 於是又有一些人就會想說 你看你還用情趣用你 你應該用真愛 你真愛來進行你性 不要有感的情趣用你 性幻想 這年頭經過女性禮禮洗禮以後 有很多人都覺得 男生腦筋圓 那些性幻想是很大包的 就是 老是想要把對方撥光的那種場面 就禁止性幻想 同盔 自衛 同性戀 SM 3D 車床組 角色扮演 外遇 都是很普遍的東西 可是每次在媒體上面 一報導的時候 都把它當成極觀 那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世界 因為這是不是一個顛倒的世界 那很少人才在遵行那種事 現在被當成主流 譬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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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分也含四 剛才講的差異 可是差異不是只有性物中間的差異 或者性別有多元的差異 同時這些差異 往往會跟其他的一些社會差異 串連在一起 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狀態 我們可以看一些例子 比方說在性別方面的 性別跟性物串在一起的時候 會責得什麼樣的結果 兒子如果跟別人的女兒同居的時候 父母親就覺得哇塞啊沒問題 可是如果是自己的女兒跟男人同居的話 哇貴啦貴啦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我當年在小豐女兒的時候就去講 這個文化裡面有一個 有關於性的性別鑽培的螺旗 就是說無論怎麼樣男生都是鑽的 有男生如果看到女生的身體鑽 男生如果被女生看到身體也鑽 講不錯吧 那女生如果被男生看到也鑽 如果女生看到男生的身體 在愛覺物裡也很寶媚真虧 你有沒有想到這樣一個賺賠邏輯 其實是按著性別的界線分開來 男人有點賺女人有點賺 這個就是我們在這裡想要指出來的 就是在性愛性別的軸線上面 常常因著各式各樣的權力關係 會有不同的權力分布 然後種族在西方世界特別相信 就是非地的就是黑種人的話 他們的性能力特別強 因此他們最容易去搶劫別人 馬上那個種族其實就信著我 或者性欣賞 講到同性戀的時候 最常聽到的反應就是 蛤 她是同性戀 那該要上我怎麼辦 各位 你也先拿鏡子照一下 為什麼會上人 這種想像其實是把同性戀想像是因為 你的性能力特別發達 而且低不折實的狀態 只有這樣的一個騎士 才會一經到同性戀就說 那她要上我怎麼辦 那為什麼你不看的話 你這個男人她上我怎麼辦 她上我怎麼辦 這叫paranoia 精神幻想症 好 年齡 從前的話 我們常常說老夫修 有六七十歲了 我還對比較男女朋友有興趣 是老夫修 可是近年來逐漸開始有正常化的趨勢 就是開始講銀髮族也有唸 銀髮族也有唸 銀髮族也有唸 看這種語言的出現 你知道這個社會的差異 正在轉變當中 換句話說 性常常會跟年齡連在一塊兒 我在這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性跟年齡的觀點 沒有講 因為下面接下去都跟這個有關 就是如果年齡下 那怎麼辦 18歲以下的怎麼辦 我們這個文化裡面當然是說 不行不行 18歲以下的話 就表示她還不成熟 她不能有任何的情侶關係 而由於我們要保障 她沒有那個情侶關係 所以我們要消滅一切 可能進入她的眼簾 勾動她的春心的所有言論也好 圖片也好 勾動也好 這就構成了 金玉的性別的重要趨勢 各位可以看 顏慶貝的兒子見他年 就是剛剛結婚 那個時候兒子是16歲 新娘他更少 可是年輕標的就可以啊 你就不可以啊 如果是一般來講的話 這個應該算是statutory 對 就是 應該是算她們性侵害 我們中華美國的這個行法 改變了這個性侵害的定義以後 像他們兩個 其實這兩情相戀 也是性侵害的 因為不及靈 還沒有到達那個年齡的話 就是性侵害 不管人家拜訟怎樣 這個也是感謝我們婦女團體修化成功 好 下面 讓青少年的情侵一點出入都沒有 好 剛才看完了 有關於性侶邪憲別的理論內涵 這四個方面 講多元差異 講其他社會差異 講性內部的差異跟壓迫 講性別之間的多元曖昧 講完這些以後 各位要學習到一個美德 就是謙虛 這個謙虛的美德 告訴你 你不要用你的小眼小眼 來看世界 來想世界 來評斷世界 因為這個世界是超越 你腦境裡的那個荒荒的 近年的理論 已經展現了一個 很多元的很大世界 你的眼光 心胸 智慧 都得跟得上 千萬不要落在後面 跟不上現實 OK 可是啊 我們這個世界就是有很多人 就是見不得多元的 見不得意見不同的 另方面 這個多元現實目前所遭遇到的 就是僵化了法律 不管怎麼樣就不行 封閉的眼界 被有些人罵 無知的憤怒 還有些人聽到有別人三批的時候 就覺得 哇 事風日下 世界變了 我們有很多很多非常激烈的反應 來面對多元的世界 結果呢 都把有些人抓起來關 或者呢 報給媒體去曝光 下面我們就要接下來講幾個最紅的法條 絕對跟各位相關 注意啊 你們都是上網的人 下面講的法條 都跟你們在網上的行為有關 我們來顯示性別的最新形式 第一個 絕對要知道的法條叫做兒少法 二十九條 就是兒童與少年性侵害防治條例 第二十九條 這個兒少法的話 原先是在1993年的時候 開始去討論想要立法 到1995年成法的時候 原來1993年以前討論的時候 都還叫做除濟防治法 記憶當中是會經過除濟這兩個字 除濟防治法 到了1995年成法的時候 也不是除濟而已 而是兒少 注意這個轉換 除濟就是那些原住民少女 被賣到台北華西街倉管的人 那就是安小說人 可是當他認成兒少的時候 可是所有兒少人口都落到了 這個法律的管理之下 而且還擴張到其他的人口去 1995年的原條文 大家都是知識證據對讀 利用宣傳品 書版品 網路電視 或其他媒體刊登或播送廣告 好像都對你無關嘛 你也不是老闆 你也不去看這種廣告 引用媒介案的事或是他法 使人為信交易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基礎刑 而病科刑還比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看得出來 針對的是色情業者和廣告 最主要的是 反對銀媒仲介 比如說我那個廣告 拉一心上面去做什麼事 或者我那個廣告徵求一些人 到我內裡看 怎麼怎麼 所以反對銀媒仲介 這是原來而少罰19條 1995年的版本 好 1999年修訂了 各位知道為什麼1999年會修訂嗎 因為1997年開始 臺灣的網路很急了 他們發覺 哇 有一塊世界 沒有被錯 籠罩的 因此我們兩個修訂 這一次加上了紅字的部分 除了廣告律 出版品廣播 電視這種只有大牌 大商人才會碰得到的東西 要加上電子訊號 電腦網路 或其他媒體 所以各位 當你們在送個E-mail 送個簡訊 拋個水球的時候 你們正在送電子訊號 你們正在利用電腦網路 如果你波索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 這很有意思 引誘媒介 大家都很清楚 是不是暗示不知道什麼意思 等一下你會看到暗示是什麼意思 其他修使人為性交易 為訊息者 這個地方法界也有一些討論 就是修使人為性交易的人 是什麼樣的人 如果我做引誘媒介禮 第三者被罰 目前的法律上面是站得住腳的 可是如果修使人這個人 是我自己 就我自己接的廣告 說我怎樣怎樣怎樣 需要怎樣怎樣 那這樣子的話 算不算 要不要 我們可以看一下嗎 這樣這一類型的話 要準 連下有型徒刑 得病科 新台幣100萬元以下罰金 個人的事件 好 各位請看一下 下個綠的是 我沒想到今天那個聯名數成購 所以就不夠清楚 下次買就請買3600以上 聯名的投影 因為我自己做過主管 所以我就知道購物的時候要選擇怎樣的條件 好 如果散播信息到上面 1999年的兒上法29頭 你這樣電子訊息散播 有關係性交易的消息的話 就要處罰五年以下 還可以定科100萬 那麼請問你如果真的我 拉了一根客上街 我坐台北公商 羅拉客上街 然後被警察查到了 按照社會秩序維護法八十條 上床者 就正在交易中者而拘役三天 各位看到這個區別了沒有 我說那個罪法不成比例 在這裡就是一個天大的好例子 在網路上留言說要圓嗎 我也很像 還得一顆這個 還可以加上100萬元的法金 但是我在街上 青光三越門口 我還有客人說去旅館 社會法說拿三天 各位看到這個區別吧 前面那個你只在網路上寫 要圓嗎三個字 就已經構成處罰了 但是後面這個上床交易 社會法三天 言論入罪 各位如果有興趣了解 人助教訓的話 這個有本書 日本的一個研究 解答還好玩的 如果等候的話 明年我也會出本圓 就叫這個書 1995年通過 1999年修訂的 兒童及上內新交易防治條例 29條 只要是網路留言就入罪 你們在報紙上看到說 蒙古人言交備 各位他們都沒有跟人家交易上床 沒有 他們只是留了言 警察把他們列出來抓而已 只因為打了兩三個字 這些人只要在留言文字 也有可能暗示性交易 就構成罪行 這就是我所謂的言論入罪 現在的話在網路上面 所有的性邀約 描述性機關 討論圓交 好奇詢問 請問目前圓交的行情如何 對不起 耐出來 因為你在暗示 有言交這種事情存在 這樣就會對兒童比青少年 犧牲不良示範 好 我們來看看幾個 流言偵辦的例子 因為他們有可能被青少年看到 真不真的 這都是我從報紙上面 報導的時候 把他結局下來的 我是封今年26歲 166公分48公斤 加速來累積因為缺錢 所以想備人助 可以備何你想做任何事 北市女請來店 有沒有說到交易 有沒有說到姓 有沒有什麼 沒有啦 我說缺錢 可以備何出草 掃地 之類的 搬眾的東西 都可以 抓 人以一萬元增長 有奶水的少夫力 條件為了 4年4年4年 出身 絲白身材較好 最少吸罩杯 我是希望我的孩子 奶水的份量 能夠使得他那個皮膚較好 找尋這樣子的奶母 欸 不行嗎 對 被抓 我長得不差 因為某些因素 才是想要人交 但目前打工來不及 給你幫我渡過奶奶媽 我也會打掃洗衣煮飯 抓了 上班族 這樣我有聯誼 你在無聊之時 想找人 與你渡過無聊的時光 欸各位你們都丟過這種水球嘛 隨便試探一下 對方有什麼興趣 欸這個對不起 住房 我是嬌小玲瓏帶點可愛的弟弟 目前經濟結局 期待有人人解救我 1069接客 等你來幫幫我 憋死 沒紀念得出難 抓了 各位高雄的哥哥 你們好 我是一位高焦伯辣身材 亮麗臉淡名妙的聲音的辣味 希望各個人相識跟你來念 有自己的傳統所謂職業的流言 好 後面 直寫那個幼稚妹妹少男善 魅力十足功力一流 又成為生理需求 住房 以上這些例子 都是兒少華29條被抓的實力 我們感謝兒少華29條授權 以下所有字眼現在都成為可能住房 你以為尋找有緣人沒問題嗎 錯 只要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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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用這些同音字做逆稱或做主旨 或者在話語中談到 甚至不能講圓巢了 這些同音字都不可以用 因為警察只要看到有圓這個聲音的字 他就要來問一下 然後呢 還有警察問你的時候絕對不說 我是警察 請問你這個圓什麼意思 不是 一定是假裝我不信擔你 然後說 蛤 這是怎樣的嗎 然後被你講講講說 我會穿薄紗啊 我會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想辦法跟你約會 然後可是你說要約會 他就說 可是那總要有補償一下吧 然後你就說 那要多少呢 他就說 那我怎麼知道 然後你就說 你也知道行情嗎 在網上抖三千 這就是你的犯罪證據 一 你有問人家要來出來 二 你還跟人家講說要給三千 這不是罪證你確討嗎 還有一些人是在網上面 就打擊你一下說 請問最近聯交的行情是多少 對不起 這也處罰 因為你只要問這件事情 就在暗示性交易 暗示有人做性交易 這樣都可以 有時候我在想這個法 是不是要讓我們大家都假裝 蒙上眼睛就以為沒有性交易 這樣子 好 下面我們再來看警方 警方完全正犯二十九條手冊 所以說完全手冊 大家都知道 來自於完全自殺手冊 可惜各位年紀太小 也無緣得見 我聽說網路上有一個版本 你給我傳 警方完全正犯二十九條手冊 有幾個基本原則 一 只要是性 只要跟訊息裡面有性 那個暱稱裡面有性的感覺 那就可能是性交易 就會當成侵犯會上 我剛剛講只是圓圓圓圓圓的 還有兩個字也不可以用 就是包養 我們可以聽見什麼寧魔被包養 但是不可以在網路上面問說 有沒有人要包養 第二 就是利用人性弱點來逼過書架 我都會覺得一點聽 第三 就是警察很會講故事 拜託 黑臉白臉滿久的 他早就會講故事 用各種動人的故事蒙遍網民 這樣子直接 第四 李路的時候他會演句式是現人入罪 這個都有太多血淋淋的例子 這是我明年一位發表的任何 預先告知理想 明年我會出版 有話研究人主教育的書 以及人主教育的正式的學術論文 好 但是新竹可能是性交易就要偵辦 我們來看看他們怎麼進行的 這一個剛才刊登被偵辦逮捕 再來 2004年有位新竹的高興碩士 那個時候他在一個新竹 科學園區的 他刊登叫 徵求一夜情用過的都說好 整整北部Girl條件不居 去園嬌開玩笑誤擾 他不是叫你們園嬌開玩笑就不用來 可是因為他在打症的時候 他的輸入反而也沒辦法打到鈍號 所以他打了一個逗點 那警方在看人就說 你就是要找園嬌 而且要叫人家有誠意的園嬌 開玩笑誤擾 所以他一個逗點之差 這位高興碩士就起事了 這樣聽得懂嗎 你們千萬不要以為那個下雨天遊客 是古代的古人野兒傳兒 當今也有同樣的狀態 而且還形成文字語 所以各位一定要選擇好心路法 要準確的打鈍號和逗點 那我傳來就會讀錯了 2014年有一個高雄國二學生 才刊登了一則叫做 我是一個國二學生 想要完全做按照的智慧 不知誰可以幫我 你要不要交易嗎 你要怎樣嗎 就在性上面的任何的探訊 現在警方都視為首要偵探對象 沒有說交易 沒有說性交易 照樣抓 有人跑掉了 現在開始往下飛 飛飛飛 飛呀飛呀 小飛下 大家馬上複習一下 我在過去 2001年開始收集有關 跟人交相關的訊息 目前的話 在報紙上面我們收集下來的 至少有八百多個案例 再被跑出來的各式各樣案例 這個以後也會公諸於心 讓大家知道 可是事實上 因著兒少法被送犯的case 兩萬個 好 警方利用人性弱點來誘惑出戰 就在言談當中 大家都知道 我們常常打屁嘛 打屁的時候 哪有時候只跟一個人打屁 一定很多人都來陸續 跟很多人同時帶來 常常貼坐 對不對 大家都發生過這樣的慘劇 可是在這個打屁過程當中的話 警方有時候利用人性弱點 比方說 一 在哈拉中去詢問行情 警方說 欸 有沒有人聽說過 現在行情是怎樣 只要你敢寫三千 這就表示你在出價 你好了嗎 所以有人在網上問你說 最近行情是多少 消費到啥 人家問你說 最新的Sony Cybershop多少錢 要沒有人家會大 你不知道會怎樣 人家要問價錢的時候 要隨便講嗎 好 再不然的話 他就是用激將法 如果你說不知道 有那種純情的人 常常不知道 你假如不知道以後 對方就說你好Shit 還怎麼 不知道這種事情 那這個時候當然 男性雄風就會發作 就會說 有啦 我其實經驗很多 然後開始開一個架出來 然後你就完了 好 還有那種動人的楚楚的故事 這裡都是真的故事 我曾經有一個case的人 他把他的整個的 跟警方的對話都寄給我 那上面就是 那個人就講說 他是很可憐 那個寂寞的台上的寄附啊 常常台上都不在啊 他很寄附啊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還有就是 被男友暴棄的 青少女被男友暴棄 然後他會講很多氣話啊 然後引誘你 對他發生興趣 從而邀約 一邀約一出駕馬 完了 那完了就是 你一早哥哥 你也不要以為說 人家就真的是同性戀在道 但很多時候是警方設了一個釣魚的陷阱 無數的同事都在這個時候摘下來 再不然就覺得說家庭不信 缺錢用 你要欠他錢的時候 他就開始說那你要我做什麼呢 然後就開始往這個路上去 再不然的話 他會先說 嗯 你是警察嗎 警察會先問你 說你是警察嗎 還說上次我就被你警察變過怎樣怎樣怎樣 那你就不疑由他 你就覺得說這個人 我可能是警察嘛 你警察怎麼會罵自己啊 警察怎麼會說警察騙人呢 結果立刻上班 有的時候警察在陷入的時候 還會扭曲事實現人入罪 大家都知道嗎 如果這年頭要被抓的時候 其實有幾條管道 一 警察把你約出來 然後當場帶回去陷入 二 就是警察 那你就不要約你警察 就要ISP交出你的真實身份 警察聯合的方式 找到你的電腦位置以後 打電話去你家 很可怕 你爸媽接到電話 不知道警察找你做啥 但是警察就打電話說 他請你來 我們分局協助我們辦案 意思就是來筆錄 那來筆錄的時候 當然警察一定一上來就會 先說一點話 你合作就沒事 馬上就回家 當然你筆錄做完以後就移送了 很快地回到那個監堂 而不是回家 還有呢就是道德辦案 這也是真實例子 當他去到了警察局以後 拿出來他自己的通話證據上面 並沒有講任何的性交易 警察就說 欸 確實是沒有講到性交易 但是我覺得在我上面 談這種性的事情就是不好 還是要從 就是警察對於這個條文 可以擴大出到什麼限度 有非常非常自由心證的程度 在法還沒有修之前 無數的人已經倒下 這是其中的一個人寫給我的信 那怎麼說這幾年的我的心情呢 從沒有辦緩情之後 我的人生變得很淡 我也無法相信自己是一個完整的人 也從心裡討厭自己 怨恨自己 虐待自己 在等待緩情度過的兩年內 我幾乎過著夢魘般的生活 我極力在白天 看出一個善良的 可慶的努力上進的形象 也取得同學間的好感 但一到晚上 所有這些精心凝造的表象 還是不公自破 一躺到床上 被抓的事件 突然在眼前重演 王偉陽過了三點的下班夜才 兩五歲 好想趕快到白天 可以有稀釋著恐懼的時間 到底有何最大惡疾 遭受這種折磨 長達兩年 他做了什麼事 他就在網上面照滴滴而已 然後就被抓了 抓了以後看的是 短刑 那首兩年 不要有任何的瑕疵 才會結束 他問的是 他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值得這樣的罪名和懲罰 這樣的煎熬和痛苦 只留了一個要緣嗎 只對這個事情有種好奇 只很無聊想要玩一玩 只想學詐騙集團 開人家一個玩笑 他們就必須要忍受 這樣子的煎熬 1999年到2007年 有兩萬個兒燒案件 就是跟兒燒馬 特別跟這方面 言論相關的案件移送 注意它的最後的結果 有四分之一不起數 意思就是有五千個人 根本就沒有構成足夠的證據 沒有形成Case 可是也被拿到警察進去 也被做了筆錄 也害怕家人學校經沒有發現 也就是說這五千個人 白白被擾平了 警察就想讓他們進去什麼關係 反正我做一個算一個劣跡 而且我們的偉大的保守的 基督教婦女團體 還跟警政處去要求說 我們要有一個獎懲的辦法 抓跟兒少網路留言相關的案子的話 就擠空 不抓就擠空 在這種之下的話 誰也要去抓 使他相機要看 當然要先抓兒少網 這好容易 又坐在冷氣房 又可以發揮性幻想 那到最後還有獵擊 台大法律系列 一位資深教徒跟我講說 前兩年 警察大學的碩士班 博士班 考進去的基層員警 裡面有好幾個 都是靠你人教的 累積起足夠的點數進去 那句話說 踩著別人的淚水和血汗 有基層員警 現在已經做研究生 四分之一是不起訴 意思就是根本不夠證據 但是那個地獄般的經過 我還是精品 有三分之一強是環起訴 什麼是環起訴呢 環起訴就是 送到檢查班 那邊檢查看一看 要覺得 這淚水不夠強 沒有辦法滴水活動 那麼沒關係 反正你很害怕啊 你怕學校知道 怕現在知道 怕什麼知道 那我就跟你講說 這樣好了 我給你一個環起訴 環起訴就是 一年之內 只要你不犯任何的罪行 這些事情 就算你不要 以後也會留下心 多半大家都會接受環起訴 沒有吧 因為 趕快 這件事情也要到最好 接受環起訴的時候 通常還會加8萬 罰個1萬 2萬 3萬 10萬 都有 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聽到的價碼 非常非常多 不同的價碼 那請問這些價碼 都追到哪裡去呢 有一部分就進入了 原來立法的保守探討 好 三分之一強環起訴 事實上只有三分之一 可以真正的進入法 沒有擔心 因為沒打個官司的人 就讓我這個大高官司來告訴你 有人去告你 或者警察去移送的時候 就會送到檢查署 然後也不檢查 官就來看一下說 嗯這樣子 夠不夠成證據 夠成證據 起訴 才進入法院去打官司 如果不夠成證據 那就不起訴 就放掉 或者現在新發展出來 第三項目就是說 環起訴 意思就是 證據不太足 但是我還是可以做業績 而且你還可以繳錢 那反正你也很討厭 也不可以講話 於是就還起訴 好 那個被起訴的人 在進入法院去判刑 後面這個三分之一判刑 指的是這個被證據 去逃送入法院 然後被判刑 那很有意思的是 法院其實也知道 罪罰不成的意義 跟人家上床 拉個三天均雷 那留個字要圓 跟人家密語談一談 電話打一打 馬上就送來 五年以下 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法官 敢看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一年 多半都判六月以下 而且一個罰金 意思就是腳強要死 所以很少很少 我們還沒聽說過 是因為兒小法院選套被關的 因為人們都已經選擇了 其他的道路 趕快結束這件事情 他們要被關三個月六月了 所以法官們消極抵抗 沒有怕很長 而人們呢 往往就選擇了 而起訴 趕快把這個事情結束 目前的話 因為我們不斷在抗爭當中 所以我們看他的 不起訴的履歷 有極限在增加當中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網路上面有一個版 叫做兒福 兒福法29條討論會 在阿虎的討論版 你們可以去看有多少人 很慘 好 再下來 這是我覺得最不滿的地方 就是兩萬多個例子裡面 五千多個 根本就不構成任何的處罰 但是他還是被當成犯人處理 而在這過程當中留下他人生當中 無可能面臨一段痛苦的經歷 各位是不是要小心啊 對於這樣子一個不公平的罪法 不成名利的罰 我們一直在抗爭當中 請看看抗爭紀錄 這不是我追牛 2001年的時候 我們就曾經辦了 性權法律網路的座談會 對於這樣子一個惡法 1999年公布的這個惡法 進行檢討 如果各位想看這些 討論會的全文 我們都彈出來了 每一個討論會都是五萬多字 都在網路上歡迎進入中央大學 記憶就是左下邊的連結 就是性證書的連結 然後進入新工作 那新工作裡面的分類叫 委員除交際 18歲以上在進去 雖然看裡面什麼都沒有 沒有任何的圖片 任何揚眼東西都沒有 一大堆子 2001年的時候 我們因為設置了網站 批判這樣一個惡法 我們被編主教的商務資金會 像內政官叫一個檢舉 說言論不當 因為我們應該譴責性工作 而不能去譴責警察 我們應該譴責原住交際 而不能去說原住交際 作為一個事物 把現象代表了社會 什麼樣的意義 這是我們在那個網站上 所做的事情 當時還有就是 警察 調警察 例子很多 我們就把那個新聞也收進來 嘲諷他們 結果我們就被告了 被告的結果是什麼 性別研究室的資料戶網站 被迫滾出學術網路 也就是說那個免費的 全民可以想 內容資源不能用 我們只好花一年 一萬八千元 然後e-milk 當時的商業網站當中 去買了兩百多megabyte的空間 去放我們的資料戶 然後大家還能夠繼續的 知道一些事情 這就是教育部的學術網路 所做的事情 用全民的錢 建立起了全民應該分享的網路 但是言論不同的不能分享 目前為止 那個資料庫還不在學術網路當中 是同事作風網站 開了一個空間 讓我們免費的放 不然花一年一萬八 就是保守團體能對你們 異議的語言最主要的懲罰 我就讓你花錢 忘了你死 2001年 我們又辦了一個座談會 叫掃房原郊釣魚 警權跟人權對立的座談會 各位看得出來它的精對性 想要知道好論什麼內容也請掃房 2004年 我們終於跟很多的人權男企 性權男企 集合起來 開一個記者會 拒絕來色股部 要求兒少條例29條回歸 跟兒少相關 換句話說 各位 我剛剛講的兩萬個例子裡面 有很少數確實是未成年的人 在網路上面 與別人交談而被抓的 可是更多的是成年人 換句話說 今年就在成年人的踩入 成年人的聊天室 成年人的版面上面 你去談這類的話題也不可以 那你說 這是成年人的版面 成年人已經標過了18禁了 18歲以下不能進來 那成年的空間到底在哪裡 這就是問題所在的 因為要保護兒少 網路是沒有成年空間的 整個網路都要把它清除成為 像兒少一樣 每天都飛鞋滑滑滑的狀態 好 我們繼續 在那個記者會當中 我們提出了修法的要求轉送 2014年9月的時候 我們又辦了一個論壇 叫貨油鍵盤聲音 當時員教我們自己 越來越糟糕 因為那個時候中秋節 那中秋節要有 月圓人為圓 對不起 也不能寫 因為月圓人為圓 就有圓交的寒語 2005年 我們正式經過討論以後 提出釋憲的要求 要求解釋 而上法29條是否危險 您跟憲法中保障言論自由 表達自由 是否有衝撞 當然大法當中回文出來 都會想說 是的 我們主動參議 我們覺得是應該有 有前人的討論的空間 但是 而少虛惑 換你對話 2005年 我們提出了另外一個修正條文 現在從民意機關的方式去走 有32位例 包括連署 我們現在已經送進了立法院 環平及司法委員會 不過因為最近 大家都在忙什麼日聯啊 什麼大選啊 所以就沒有空去想 跟我們民生 跟年任自由 直接相關的人權議題了 台灣的政治正悲哉 好 如果你認為 兒少29條是唯一 在網路上來等候女的法律 就錯了 因為沒有兒少法29條 還有刑法235條 刑法235條是什麼呢 就是我被請示的那個條款 就是散播猥褻 就是妨礙通話 好 我剛剛那個圖 你看得到嗎 就是黃雀在後啊 貪方虎牆黃雀在後 對 在選擇出片的時候 都是很精細的想過的 它裡面有思考的空間 好 平坦235條 平坦235條 是個很老很老的條款 因為當時就是 針對色情業者 針對製造色情的這些 商業通路裡面的人 好 圓圓的25條 針對色 看來都是這樣的出版啊 像Playboy這種出版 或者像那個 上下的知道吧 扭蛋 扭蛋裡面 常常會扭出來一些 那個很暴露的 如果你想要看的話 我在心裡也要是 收集好很多 也這種 因為聽說當時 又有立為作秀 就說哎呀 兒少女生 他扭蛋裡面都有 包含很多身體啊什麼之類 我就趕快去買一批 預防被禁的一空感到 行法235條 散步播送或淡脈猥褻 揭出文字圖畫聲音影像 或其他物品或公然成列 或以他法工人觀賞經文者 除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併合三萬元以下 哈金 這就是當時說要除我的 就是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為在網路上面提供了連結 連結可以連到一些網站去 當時就是這樣子 那你教大學 那個師傅聘用法裡面的話 是如果派行在一年以上的話 就可以解聘了 所以各位 當時我打官司是真的 是真的要打呀 因為 不但只有關於我的生機 第二個 這邊就是立刻會被關閉 第三個這邊就是網站 充足的消息 那麼台灣的性別的 整個運動的抗爭 就少了一個很重要的戰場 因此非打不可打 打贏了 好 我們對於什麼是色情 必須要有一個歷史性的認知 過去我們想到色情的時候 就是別人製作了以後 來販賣 像黑店也好 像色情的圖畫 像黃色小書也好 就是別人生產了以後 可是我們現在活著 是一個個人生產年代 誰不能在網路上面寫小書啊 誰不能夠自己去製造圖啊 拍攝圖啊 往上面溜住室啊 科技目前把色情的生產力 有方便性放到個人的手中 另外一個因素就是 自戀的年代 我們活在一個 Digital camera 非常便宜 隨時可以照的 這個我就非常深刻感受 我中間出國的時候 帶一個普通相機去照 大概就照個幾張照片回來 現在的話每天照五百張以上 因為太方便了 卡卡卡卡卡 然後那個容量又很大 不會受到什麼 三四六張七十二張的影響 我想這個搞不好你們聽不懂是什麼 因為傳統的相機是要用片 一片只有三四六張的七十二張 那你們現在用Digital camera 看的人完全瞭解不在講什麼 自戀的年代 鼓勵我們的欲望自我展現 各式各樣非營利的色情生產和交換 其實是刺客的基本交流的方式 在網路上面談 談的時間以後 我馬上Divison送一張照片給你看看 我們就這個樣子 而且有時候可以只照某個部位而已 你預防你不需要惡力 影像製作跟流動的成本 大幅的降低 網路自拍和網路個人化書籍 非常的興旺 像在部落格裡面 去描述自己的 各式各樣的出業的經驗 或者有些什麼樣的 有了嫖妓的經驗 有很多人就在網上寫這樣子的東西 那種自我的個人經驗的交換 這種網路的自拍 你知道有一陣子 網路是很興旺的 各式各樣自拍 有什麼在東正紀念堂自拍 在國道旁邊自拍 因為很多很多自拍很興旺 現在人都看不見了 很遺憾 那個年代過去了 因為現在被掃蕩 好 我們看掃蕩成什麼樣 好 在韓曼掃蕩成什麼樣 先講一下 色情是我們這個年代的基本人權 講三個鳥給你聽 看我們那個四面的鳥 自己還會照鏡子的 圖片是要配合的 在目前我們所活的這個原子化的年代 其實大家用網路是幹嘛 用網路是 我根本不想跟我們周圍的人講話 可是我可以跟廣大的世界講話 在原子化的世界當中 我們是在尋找同道 所以你看網路上有各式各樣的興趣 事好 形成反面 因為我們可以分享的工作 我們的愛情 疾病 各式各樣的東西都可以 各種搞怪 各種資訊 像我最喜歡在網路上看 哪裡有美食可以買 最好是宅配 對不起 我這個人就是比較著重這個方面的 因為我覺得那種愉快 至少現在還沒有非法 有些東西也不能看了不能碰了 吃這種都違法 好 網路的身體性生活性外想 都成為分享一個重要的東西 我在這個第一點想跟各位講的是 性方面的資訊正在平時化 也就是說 在網路上溝通的時候 我可以交換我的興趣 我可以嗜好 我也可以交換我的性幻想 也可以談我的性經驗 對大家來講 這不是什麼大量的事情 可是像是在換了我媽媽那一代 或者我這一代 我要談性是很可怕 就不能這樣 可是在這一代 在你們這一代來講的話 性正在平時化 它跟其他的事情一樣 都是可以被交換可以談 那是什麼大量的事情 我們活在這樣一個年代當中 可是我們的法律卻說 對不起 性就是不一樣 就是不可以說 就是不可以講 就是不可以看白 我們活在這樣的一個分別的狀態中 第二點 現今的社會文化 其實鼓勵大家強勢 要做自己 要表現自己 做怪也沒有關係 但是要把自己的個別性能夠表達出來 我們在網路上面 談各式各樣的事情 呈現各式各樣的畫面 去造各式各樣的寶怪的 好玩的東西 這也是一種自主的個別性的表現 可是我們目前的文化 我們的法律 逐漸在讓這個個別性受到限制 第三個 情慾和身體 逐漸因著社會運動 因著認同的各式各樣的文化 而形成工作認同的核心 請看上面像同性戀 SM這些主題 對他們來講 性的認同是他最重要的認同 例如表示他不是其他的認同 就表示說 這個主要認同 對他們來講很重要 需要得到肯定的 但是我們的文化 讓他去禁止這個表達 各位你要想想看 同志在網路上要表達 他要怎麼表達 只能說我是同性戀 這樣都沒有吸引力 當然要講格格點擊幾寸的 用這種方式 能夠有一些吸引的 而且你知道在網路上面 最容易 就是大家會用各式各樣的 比較戲劇性的呈現方式 為什麼 因為網路浩瀚在大海當中 我的留言怎麼可能被人看到 我的暱稱要是不太聳動 怎麼可能要看 各位要了解網路裡面 語言和文化裡面 這種極度要凸顯自己的 這個個性以後 就會明白為什麼 有這麼多人 輕易的會被警察抓 因為對我們來講 凸顯自我那種表達方式 對警察來講是找麻煩 你要犯法 你要講性交易 什麼之類 就很抓起來 這樣子的一個發展 又是一個法律 網顧文化現實的一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已經活在一個性 逐漸平實化 各種自我表達的方式 逐漸戲劇化 逐漸凸顯個別差異 而且把性認同 成一個非常重要的交流 環節和管道 非常誠實地坦誠地去說 只能講這種話 有一陣子 沒辦法來看一下嗎 看我們這個 後面的話 網站是怎麼樣先去 刑法235條 現在擴大各種言論分享 統統都盤蓋在內 來 我們看些例子 中大動物鏈網頁事件 如果你說這什麼事啊 我再上個新的網站 我們新的網站 網站上面 右上角有一個 有關動物鏈事件 全部資料 不耐如此 我還會把出成一本書 五百頁 沒有哪一個人 好 這是為台灣的原本自由史 留一個記錄 就是這些事情怎麼發生 中間牽扯到一些 什麼樣的問題 曾經引起怎樣的論戰 有什麼樣的衝擊 引起什麼樣的國際關注 好 精心疏忽的 不但會沒收 各位都知道同志書店 會抄啊 還有 在網路上面的信邀約也好 調情也好 玩笑也好 因為牽扯到信 所以都有可能會被警察 當成釣魚的六個對象 所以這個也不可以了 自拍貼圖 從前的話 有一陣子好蓬勃啊 每個人都可以把這個圖接上去 你以為從現在阿賢水電工 那圈圈是怎麼出來的嗎 你是不是這樣貼圖貼圖傳來傳去 各種的色情資料交換 非常普及 現在不可以了 各位手上如果很好色情資料 不要隨便寄啊 萬一被查到的話你就完蛋了 你看 即使我們ADIA組分享情色心情 過去在網路上面是非常濡薄的 KKCD就是因為這樣子紅起來了 好 請看這一個留言 目前也叫做促善型 打開像五條 我好想聞你的腳味 這有怎樣 挖味 那有怎樣 將你的內衣脫掉 舔也沒有說舔你的什麼部位 舔耳朵 臉頰 脖子 我都說這個頭 平常就摩托外面 也沒有說 也沒有說 講那個色界裡面的那些場面 我好想舔你堅挺的 也沒有說那幾個字 就是胸部 我胸肌耶 這有所色嗎 我好想像你的腳掌慢慢一點 一滴的田 田 對不起 這被視為觸犯心法 二三五條 我現在還看不太出來 如果說不是那種 想像力很豐富的人 他還覺得 這為什麼會被視為 各位 綠色的鳥血 不能出現 我們所面對的是 更加緊縮的社會空間 請問 那個小孩在那幹嘛 臺灣社會空間的幼兒化 用什麼東西來到臺灣的社會空間幼兒化呢 用出版本分析辦法 用網路分析辦法 用遊戲分析辦法 還有各式各樣的言論檢查方法 這一些一一上漏出 2004年2005年2006年 一一上漏的分析辦法 不斷限縮了成人的自由 也限縮了兒少自主 當時我們在抗拒出版本析辦法的時候 我們曾經在新公園 舉辦了一個抗議的活動 當時著名的作家 朱天新 就曾經帶著一本小說到來 因為我們說每一個人有帶自己最喜歡的一個小說 它帶來的是什麼 Lolita 爸爸 跑掉 朱天新當時帶這個小說來說 我要我的權利 我中學的時候就看過Lolita這本書 就是現在被視為叫做戀童的經驗 她當時受到這個文學作品的影響非常非常的大 導致她後來變成一個很好的作家 女朋友往這方向去鑽引 她說 當你把書版品分析 18歲以下的人 再也碰不到 不能夠提早碰到 不能夠隨心的碰到 而是等到18歲以後 18歲還碰不到 因為那種被視為 目前大法官實現617號認為這些問題 都能看到 這是對於兒少自主權的限縮 而不是對於兒少的保護 各位要看到這一點 就是兒少法在清除不當言論的時候 他不見得在保護兒少 相反的 他是在限縮兒少的自主 和兒少接觸資訊的權利 不允許他們享受完整的安全 到頭來 為了保證兒少沒有完整的自由人權 成人也不能有完整的自由人權 我們要確定兒少什麼碰不到 以至於成人什麼也都不能說 不能做 最終整個社會 要醉化成為一個龐大的幼兒園 人人都只能做幼兒 保持說 在沒有成人情色空間的社會 所有的分析辦法 都只是唐人皇子的掃蕩 一切的情色材料而已 你如果說你保留一塊 這塊有一個情 這個成人的情色空間的話 那我還說出去 目前西方社會是這樣 是有一些成人的墊 有一些成人的空間 這樣的話至少你還有這一塊 可是在台灣的話 因為沒有這個成人的這一塊 所以所有的政治辦法 到最後都變成了 是進化網路 進化出版品 進化社會的動作 我想問一個給我 為什麼成人不能接觸他想好的資訊 目前都有很多人回應說 因為我們要保護兒少啊 我們是活在集權國家 還是宗教道的國家 還有我們對兒少的想像 為什麼永遠都覺得 兒少什麼都不知道 他們都很清純 他們一點都不懂 他們身上都沒有慾望 他們從來不會做個身上的接觸 為什麼你對兒少的想像 是這麼簡單 可是像朱天欣這樣的作家 就會告訴你說 我做兒少的時候 我就曾經看過什麼事情 而我們大家可能也都有 我們兒少時期的各種秘密 但是為什麼我們還是要想像 所有的兒少都不可以接觸東西 因為他們都不應該知道任何事情 這就是我講的 那我還是希望整個社會 對線保護的社會 不要我的色情 因為今日色情的意義 跟過去不再一樣 過去的話 我爸爸會在藝術裡面 藏一些色情照片 那個是那一個年代 都會到三重去看插片 放入正式電影 突然林慶祥和母情犯 正在接吻的時候斷掉了 然後播十五分鐘的 妖精打架片就是那一片 然後又再繼續播針片 就是警察不在的時候 警察有在或 警察去上廁所 就播別的去了 不要我的色情 因為色情 經驗的色情 跟往日的色情 是不一樣的地義了 色情是知識 這個我們從1994年 女性情與解放的時候 就開始談 說沒有色情的話 女人對女性的認知 是很有限的 男人是無論怎樣 都會找到管道看 可是女人沒有 你沒有色情的流通 女人的知識是有限的 還要透過色情 可以看到一些想像 可以看到一些劇情 可以看到一些實際的狀態 否則的話 像我們過去的話 女人一生只能有一個男人 還真的分不出好歹 有什麼好比較 沒比較 買東西你都知道 獲走三家 怎麼遇到這個終身的事情 反而沒有了 不獲走三家 從你而終 真是危險 同時為什麼要色情 因為色情是慾望的來源 我要告訴你 一個社會越壓力 它越需要色情 一個社會 它的工商業發展 壓力越大 人們越困難 它就越需要色情 一個社會 越強調 一對一 終身都要有一個對象 它就越需要色情 否則的話 你的慾望很快就死掉 因為慾望起不來 沒有想像的空間 沒有想像的主向 我現在就把話說在這裡 你不要以為你年輕慾望旺盛 勇氣死得快 沒有充分的營養 沒有繼續的交換 沒有繼續的想像 無論你怎麼樣親愛的關係 很快就會平淡 很快就慾望沒有 這是個現實 這是一個大家都不願意討論 這是你爸媽媽臭的臉 相對的時候 不願意說出來的話 可是今天我們就必須要面對這個現實 我們活在一個周圍的慾望圖像 很多可是在自己的生活裡面 卻不容許慾望存在的一個年代當中 我們需要我們的色情 因為色情是滿足自我 有很重要的環節 各位不要想像性 必須要跟另外一個人的其他生活 大部分的性 其實是在個人自我的生命當中的 自我的關於 這個自我的關於 這個自我的關於 真需要色情 需要想像 你不要以為只是摸一摸就會錯 沒有啊 比如說要圖像要劇情的 色情是我們的滿足 同時色情也是 看索 What else can I do? What else is there? 對於情色的想像 難道就只有男上女下 那個最傳統的嗎 還是還有別的故事 還有別的劇情 還有別的想像的禁忌 可以讓這個空間裡面更豐盛 這是豐富人生很重要的材料 好 我要我的色情因為 那一段 它是我們愉悅的來源 人的基本權利是追求愉悅 這一個基本權利到目前為止 昨晚都被人肯定過 那他都說我要原本自由了 我要出版自由了 我要這個人 可是各位 愉悅是我們基本的人生自我 愉悅是構成我們快樂的人生 很重要於民主 好 色情也是一種溝通 同好之間的交換 同好之間的討論 同好之間的角色扮演 都由色情在中間做為一件 色情更是我們的文化 賴老師研究色情的 你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真是太欺瞞它了 你以為它就是研究法文嗎 你以為它就是研究翻譯嗎 賴老師最著稱的就是研究情色史 這是人類文化的累積和產生 而對於情色的禁止 一直是人類歷史過程當中的重要 一個征戰 同時現在我也看到情色是認同 它是認同所構成的 它是認同最重要的一些元素 現代色情是這些東西 而不只是一些所謂五堪入木的影像 因為色情的地異 在社會變化當中 已經有一些新的內涵 有一些新的操作了 可是我們就受到限制 因為你如果敢去挑戰色情的禁忌的話 就會有人告你 各位警察 這是東內網絡事件 那個是2004年我打民官司出來的時候 為何報判下了一張照片 因為當天有一個證報警察 我出庭的時候要去聽這個宣判的時候 我進去的時候 看到有證報警察到的時候 今天一定有什麼大的案子 哪個政治人物要被告 我就順便問一下警察 我說為什麼今天有證報警察 他說不曉得好像聽說有個什麼教授 要不學 他們很怕宣判出來有罪的時候 是不是有人會鬧一鬧之類的 所以證報警察官方便等著 可是出來的時候當然消息是好的 那個如果你們想知道 那個整個戲劇性或是辦公室 你們去看一下 都會有玩意的事件 好 2003年控告 2004年無罪 無罪 無罪 一直到9月15號 高院也判定無罪 這個事件廣受矚目 從這個事件發生以後 我不知道出國去不好看 因為被其他國家邀請 因為他們也遇到同樣的狀況 像保守團體有很大的言論潛質 所以我現在常常跑國外 就是到國外去代表 亞洲地區的一種發展 去向他們提出這些我們的經驗 好 如果你們像我的話 我是挑戰 挑戰 挑戰 那我就被告了 人家為什麼要告 我不是因為我做了什麼事情 而是因為我就是眼中病 那像金金書店的話 那你自在的存在 在台大房間的空間裡面 可是你自在的話 我就來搜查你來抓 2003年二審上書中 現在已經敗訴 而且大法官對於 235條的視線的話 也就是說 我們尊重同志 我們尊重差別的言論 我們尊重這些情勢 這才亮得流傳啊 但是 我們還寫個但是 好 繼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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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兩個案子都打了官司 我和金金那個案子都打了官司 但是不是不犯法 就能有自由 這個風洞朝野 當我們周圍的環境都對性 保持高度緊急的狀態的時候 會有一些惡果 來看一下人類 B 絕對網路通不通 各位今天回家可以試試看 你們實在網路上 我們信別研究室的話 我們信別研究室 我們信別研究室 應該是HTGDP 兩點兩個閒線 然後sax.ncu.edu.tw 很多人上不了 不信的話 你知道國家音樂廳附近的 那些聯隊電腦去 都上不了我們 因為網址上面有sex 就會視為拒絕網來戶 你們想要知道我們 有時候還上不了呢 還有上不了的話 他就寫個 email給我們 這樣我們就可以累積起來 有一陣子 學校大學是上不了 後來又可以上不了 還有一陣子 我們自己中大都上不了 你們有些嘲笑 整個中大校也上不了 信別研究室網站 因為也是工作 後來被我們就抗議很多 還有 各位 做研究 需要網路廠通嗎 你剛說你要研究有關 情色的理論文章的話 很重要的一個字就是 EVATIC 就跟情色相關 EVATIC 你用的切 把介入EVATIC 有很多很多的網站進不去 可是如果大戲就進去了 很奇怪 好 我們繼續看 此路不通 我有一個研究生 他就開始去做這方面的研究 然後他去輸入 Resistance and the Evatic 是NIPATTERN有關愛思堂音的文章 看不到 The Evatic Audrey Lord也有一個很重要的文章 你用這樣的時候 輸入方法也找不到 EVATIC WELFARE都不行 The Evatics of Talk 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學術文章 你輸入EVATIC這個字 就被擋住的話 你就怎麼做 那意思就是說 凡是跟情色跟色情相關的 也就不能透過網路資訊做 你知道這是什麼大的損傷嗎 好 還有呢 就是在大學裡面 我不知道你們需要是不是收西瓜 等一下 是嗎 只能收西瓜不能接吻 請看一下 2001年七大交大曾經去哪個千人接吻比賽 知識擺出 結果2002年教育法輪課大專院校 各縣市教育局要求各級學校加強道德教育 就是那個字嗎 加強道德教育 什麼意思呢 就是避免辦千人接吻 穿內褲賽跑 方管秀等等 雙風敗訴 以及接近性暗示的活動 我以為加強道德教育也會有其他另外的道德 結果它就全部都是跟性相關的 難怪我們要出一本書叫 《幸福不虛道德》 好 這是可以看得到 有這麼嚴重嗎 我們的教育也要與社會脫節到什麼程度 校園這個世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嗎 把字打出來用一看吧 2003年3月 台大校方加強抽檢要嚇阻男學生 在校內宿舍留宿女生 就有一個匿名的學生 他是張堅海報抗議 各位看他海報 而且製作了一個一個人高的假陽具 趁著晚上放在台大石正大的屋口 下面有照片 一個人高的假陽具放在那裡 拍攝了照片以後 再把這個照片 看這個海報的照片 放在網路跟海報上散佈 挑釁校方的權力 字太小看不見的話 那給你們聽 還我宿舍打泡權力 一 在宿舍打泡好 五分好處 第一 宿舍打泡治安好 教官堪能有保證 二 正常偷拍好習慣 請示打泡不威脅 三 宿舍床位架低廉 景氣不好多神經 四 唯一設備都免費 只有套子要自備 五 宿舍時間大家錄 天天 看不清楚這個字 天天縱欲會傷身 你不覺得它很道德嗎 對不對 也告訴你應該有怎樣自治 有怎樣保護自我 都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這樣的道德為什麼會存在呢 好 下一個 學生沒有自由這張照片可是很出名啊 來 2003年我專校的幾個女生 她們照的照片放在網上面寄過處分 學校說由傷害到學校的名譽 我告訴你 學校的名譽實在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帽子 可以讓所有的事情消失 無論你做什麼事 還說要破壞學校名譽不能做 2004年華當地校的學生 穿著制服玩各式各樣的遊戲 國外遊戲然後學生被退學 所以制服 這種充滿了情色暗示的東西 現在也被制服 非常強要管制 這一群女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女生 因為我覺得她們 她們是為網路上面的女生 可以展現自我 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重大的犧牲 好 學生類自由 她的女孩應該會想到什麼吧 2003年高雄師範大學的術系 有些學生她們要辦天體日 要打籃 要天體日後 打籃球下圍棋 結果媒體嘩 進去吵吵吵吵吵 吵一陣子以後她們也沒辦法做 2004年更有名是長根肉鳥俠 這個事件願辱服輸 深夜操場裸奔 也是被她們學校造的 一塌毫獨 寄兩個大貨留校查看這些那些人 非常非常慘 一個鳥有這麼嚴重啊 2004年中的理工學院 學生集體進行信息系 也是被媒體報導 軒然大貨 各位注意到 這一些事件裡面 保守團體之所以能夠跳出來 譴責社會風氣變壞 最主要是媒體加油天出 也我們偉大的水火報 以及其他報 一炒作以後 學生的臉就挖不住 就必須要有才智 必須要打小孩 再給外人看 2004年南港高中的學生 在教程西系演出鋼膠 不是真的鋼膠 是做那個樣子 對不起 記過 學生沒有自由 還好我們有一些藝術 去上學生 你們看看他們所做的事情 大學校園裡面的藝術美術 媒體廣告系 學生和創作都不斷地在突破 拓展校園和慾望的可能連結 像原池大學就學生拍攝 大膽融入的床系 女同學去設計舌頭造型的肥皂 肥皂做成舌頭的造型 然後洗澡 五部大學生又貌又輕 演出一夜情 2015年世新的平媒系的學生 也融入上身扮演 充氣娃娃凸顯女性被陌化 這些的情色彩條 其實是很好的藝術創作素材 也常常引起爭議 給他們無限的壓力 好 藝術 那可以隨便自由了 每一次聽到哪個藝術表演 可能到最後會裸體 會裸上身 會裸什麼什麼的時候 或者色界要上演的時候 就會有爭議 有爭議 有爭議 爭議到他不能上演 或者爭議到警察在那邊隨時收證 都造成了藝術表演很大的一些限制 更不要說賽蘭夏爾舞蹈團來的時候 還在這些舞者身上中 哇 很好笑 人家本來表演的時候就是 充滿了原始的魅力 就是裝兩隻塑膠花的 遮住重要的部位 據說叫做不論的魅力 那是我見過他最大的笑句 好 網路沒自由 因為你不能接各式各樣的申請照片 我們來看一下奇摩是怎麼樣規範的 奇摩說 以下做做申請 一 有明顯的性愛知識突解 奇怪 現在又怎麼做 二 刻意用手摸 胸部摸下體都可以 各位那個手要放哪裡 你自己再想一想 三 特寫局部的信真 不能開胸部不能開下體 這男女皆然 好 還有呢 奇摩還說以下的照片現在不可以上網了 一 女生的內衣罩不可以 那問題要說你機靈啊 男生的內褲罩也不可以 真奇怪喔 男生的有褲罩也不可以 浴袍罩都不可以 睡衣罩也不可以 以毛巾類的衣物遮蔽身體也不可以 這是奇摩王站上面插下來的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 大家看看郭浮誠 穿了多少 他那個脫掉的人 當惠妹 蔡依林 姿奶 這個那個 一天到晚都在 為什麼他們都可以在媒體上 昂昂王就是這樣 可是我們奇摩網站 其實非常的清純 網友是不可以這樣 奇摩有一陣子來說 網友要招照片上去 只能PO臉部 而且不能PO側臉 那只能PO正面 我覺得這叫做 臉部正面歧視 就是 欸 萬一我這個正面比較好看 可是我現在就只好跟人家講正面 好 來 造成的後果是什麼 以上這些 造成沒有創痞 沒有洗手 沒有交友 沒有情慾 沒有探索 沒有愉悅 沒有健康 因為這些東西都不可以出現了 剩下來了是一堆想而不能 能而不敢 敢就會覺得很恐懼 很罪惡感 矛盾罪惡感 這個我覺得會對未來有非常嚴重的影響 就是對我們個人心理過程 我們的親愛過程是有很大很大的衝擊 最後還要先問我們 好在我們還有李安先生 因為有奧斯卡的特權性 一刀不減上蜜 都一定要去戲院看 因為你將來你看到那小的話 是不夠看的 你要在戲院看才能真正看清楚 可是很奇怪喔 我在網路上面找來找去 希望能找到一些兩點的圖片 就沒有 是因為電影公司沒有釋放 還是我們網友都很自戀 還是怎樣 大家都知道很厲害 都沒有 找不到色界的陽眼照片 因為色界的陽眼場面很多 可是找不到的照片 只能給你們看這些 好 當然 紀念這個垃圾在 在以上的這些網路啊 出版啊言論啊之外 還有性騷擾防禦法 各位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婦孕當中的新石劍 他們右邊他們就是石劍 不可以有照片 Charleson Heston 當年的傳統照片 他畫了石膽跟瓶件 不可以講黃色消化 不可以寄給人家好玩的 主編或歌曲 不可以在沒人進出的空間 貼陽眼的照片 當時臺北市政府的時候 就曾經有 有些人有貼一些陽眼的照片 在自己的辦公座位裡面 其他的人說不行 這個叫性騷擾 奇怪 你不愛看就不要到我座位來 到我座位來 然後侵犯到我的空間還沒講 不可以使用特色的 有特色的先領導 這是我們的偉大的婦女團體 現在已經開始講的 難道多年的婦女運動得來 就是一年串 不可以不可不可以 還像石劍一樣 你不可殺人 你不可什麼怪別的神 那這個結果是什麼呢 寶貝的女生去信念 你有點說她怎麼那麼笨 又不知道主動呢 我告訴你她不是笨人 她是聰明 因為一不小心就會出到性騷擾 她不想碰性騷擾防治法 不了嗎 萬一她跟你怎樣 然後後來又不怎樣 說你告訴她一次性騷擾就完蛋 好 性騷擾防治法 我覺得裡面包含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就是條件差的人沒自由表現傳播 因為你看看齁 我們有的話 A兩句怎麼做都不是性騷擾 沒有人會大方性騷擾 都會覺得說 這該是看遊戲 可是 如果你早上菜頭 我們恰恰 或者你老 奶 窮 已婚 同志不化性別 那抱歉 無論你的任何的表達 就算是再善言 都叫做性騷擾 這是很多女人 必須承認的一個訊息 就是很多時候 是不是構成性騷擾 還要看你的心情 還要看裡面這個人的感覺 還要看看對方是不是很帥 性騷擾防治法 在這個角度上面 是正當化的各種歧視和呈現 性言論和性表達受到了前進 我們來看 以前說台語要法 現在說黃色笑話要法 連兩年前演音道獨白的時候 還挖挖起來 都有女立委召開記者會說 這樣子不好 又看到進出立法院的時候 有音道二字在門旁邊 覺得很不安 那小這些女人怎麼回事 以前我們看匪書 挂匪期要關起來 現在呢 要有色桌面或者色海報 照顧關 各位到現在應該領悟了 你從前是反共 現在呢 反性 性政治從上面的解說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操作的場域已經遺失到法律檔場 換句話說我可以不用文化啊 不用社會啊 不用各種言語來詞視你 我只要把法律記出來 同志的這種性的自在 性的坦然 馬上就被視為處罰了 如果你在找尋遺夜情 對不起 處罰了 從此 性 再也不是少數人的事情 法律 不是少數人的事情 因為所有人都受到它的管制 這真是性命認知現今的情勢 原本用歧視 用污名 用人言 用耳母來醜化和排擠 現在可以用保護兒哨 可以用性命的平權 就是西方教法 來進行司法歧視 也就是用法來操作 在文化領域當中的變化 而照法29條和新法25條 造成了寒蟬效應 法律制造創傷人口 這個當然我們期待有修法 因為我們已經提出了修法 希望能夠討論 原來針對商業營運的立法 至少都是針對個人的小民 可是現在個人主動自主的年代 反而所有的法律 轉而積極限制個人的自由 使得成人難以有景色空間 各位都在成人的邊上 你剛剛進入了成人的年代 你的自由要被限制到哪個成就 性政治的新布局你感受到了嗎 即便沒有感受到的話 你也必須要想想 平等 自由這些基本人權 為什麼不可以知道某些言論 為什麼不可以看到某些資訊 你不愛看 別人愛看 為什麼這個資訊不可以提供 如果各位思考性和自由平等 這些權力和權力之間的關聯 就是性政治 我也希望大家今天聽完我的解說以後 我對於性政治的三個字有去過的了解 直到有關於性的權力操作正在我們周圍 而牽涉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基本人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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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densit 人們的集結 形成靭義 然後形成這個改變 過去刑法100條有規範不能發表判國人論 也就是說為了批判政治的 這樣子一個國家根本大法 在大法案維持了很多年以後 也還是在社會運動的壓力之下推倒的 所以我倒覺得說 如果刑法一百條可以廢掉 如果民進黨可以執政 那就決定可以爭取到我們的涉及自由權 不可能事情不一定發生了 不要客氣 我最喜歡你人家公務體驗 每問一個問題我的公務就增加幾分 一直郭靖一樣 在對焦當中才可以順選 你都不知道郭靖是誰 超高的 各位 剖讀一點書吧 教授你好 我這邊想問一個問題 首先 我再同教授所謂的 可能不應該用以往的道德 就是可能有些部分是需要提倡的 跟以往的道德的觀念是不一樣的 我支持這部分需要某些程度的解放 但是我個人會覺得我們 畢竟是由人所組成的社會 還是需要某些程度的道德 但是根據教授剛剛的說法 是不是信不需道德 那我對於這部分不是說非常的理解 因為我的看法會覺得說 既然是人跟人之間 我們一定會遵守有某樣的默契 例如說我們要買東西 我們一定會排隊 我們要做什麼 或者是買東西一定會付錢 各式各樣的默契 各式各樣的規範 在我們生活當中發生 所以我個人某些線路的道德 還是必須存在的 那所以我想請教授 就是能不能更詳細的說明一下 教授對於信不需道德的這個看法 比較詳細的說明 謝謝 好 信不需道德的話是 中間大學信研究室另外一個層面 林毅銘教授的新書 那要解釋這個書名的話 應該是由他來做 不過我比較簡單的回答你一個通盤的問題 就是說道德在這個新的性秩序裡面 會有什麼樣的位置 我想林老師在選擇用道德這個字 做這個什麼東西的那個部分的時候 其實在想一件事情是 過去我們怎麼認為道德叫做通盤 就是所有的人都一樣 道德是一個基本的 每個人都尊從的東西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在於說 這個所謂的每個人都要尊從的這個部分 是怎麼定下來的 是每個人大家一起來討論定的 還是少數人的意見 變成了每個人的意見 像目前我們所看到的這個立法的話 絕對是少數人的意見 你去問廣大的網民 受害得非常厲害 可是他們在這個法律的制度之下 是沒有那個抗拒的空間 換句話說 當宗教保守團體的道德官 變成了法律的時候 那個道德立法是有非常非常強大的壓力的 那林老師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想要對於道德的抗爭的話 其實對抗的是道德的這個通盤性 也就是說所有人都一樣 所有人都要尊從同樣的一樣東西 事實上我們必須要討論是不同的產業裡面 可能有不同的操作方式 比方說我們常常說 性一定要自願 可是有些人看到SM的性的時候 會看不懂 會說他這樣子被綁起來 或他這樣子被打 或他這樣子好像用針釋身體 這樣不是很痛苦嗎 這樣子的性應該被禁止 不過大法官就是這樣理解的 大法官6月7號試文的時候就說 這種凡含有性暴力的圖像 都不可以流通 我們那個叫做違憲 那個叫做處法 可是問題是說 SM的圖像裡面 往往就是在這樣一個權力架構裡面 去進行他們的性的互動 換句話說 他那個同意不是你看得到的同意 那個同意是在 事先兩人所談好的同意 但是在性的過程當中 看起來絕對是一方強迫另外一方的 就你的那個語法來看 因此當我們在這個角度上面去看 道德的那個通盤性全面 都要能造所有的性行為 還有性間處的時候 你會發覺有很多人的性間 因為你不理解 所以被你會視為 它不符合那個道德的原則 可是它有它其他的 就滿意是道德 我反一個方向來講 我們此刻有很多道德 其實是非常不道德的 比方說從一而終的婚姻 從一而終的婚姻 很多時候是非常不道德的 我們總覺得說 哎呀 你就已經嫁了他了 哎呀 就是好死賴活 我也要繼續走下去 我們那種勸和不勸民的心態 本身是一個非常不道德的行為 可是我們還覺得自己很道德 因為我們維護了家庭 問題是你們為什麼家庭 什麼樣的家庭 那個家庭的狀態是什麼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那一個完全不受挑戰 不受質疑 不受討論道德 我們必須要面對它 必須要去討論它 那個性無需道德指的是 這樣一個暴政的道德 至於新的性秩序上面 要有什麼樣的道德 那個不是哪個人坐在這裡說 未來我們的道德 就應該怎樣怎樣 不是這樣 而是要在眾人的實踐當中 去握旋折衝 慢慢形成這個道德 慢慢形成說 對不起 我們以後不談過去難有的狀態 虐有的狀態 或者說不可以公佈某人的籠罩 或什麼這些 這些東西都是在折衷當中 慢慢形成的那個共識 這個共識不能由少數團體的預防 我想這裡面道德的 某種相對性 某種絕對性 是大家的過程當中分得清楚 我補充一下 剛剛那個何老師口中 那個聶老師 那個就是作者 是中央大學 社區系的教授 也是何老師的先生 同志 各位常在報端上 可以看到 通常用秘密卡為一波 發表文章 所以可以注意一下 我想問一下 好像是 我們有時候 就我們自稱 萬二 二三五 他出版法 也有應該是 189還是188 就是分級吧 他分級不像電影一樣 只有分 有分四級 他只有分五片級 限制級 跟漁業限制級 其實叫做對漁業限制級的看法是什麼 還有就是 像剛剛那個轉代那個 他之前那一批立委報出來的時候 他們的調查是 高達八成是那一種轉代 根本就是那個 完全錯誤了 而且是有十塊二十塊就買到 路上怎麼就買各樣的東西 那一支最少一百兩百住的 沒有辦法置這種人 謝謝 這位同學知識很豐富 他已經注意到一些法達人 注意到一些社會的現實 沒錯 扭蛋那個部分的話 立委每次在做社的時候 是以非常簡化的方式來呈現 扭蛋沒有一塊 十塊二十塊 尤其是像 我們所謂這個 身體的部位做得很精細的這種 大的扭蛋 都是一百以上的 這個我就知道 因為我花到幾千塊買的 我有興趣 下次參觀研究室 就來看一下我的收場 我收場很有限 可是我總覺得 那是一個象徵 就是我就是要留下這些東西 人們是可以接觸 為什麼小孩子要搞得那麼害怕身體啊 為什麼小孩子不可以看到身體 那是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畏懼嗎 各位你們搞不好都是 已經是那種教養的惡果了 好 回到二三五條 出版領分級的方式裡面 確實有一個所謂愉悅限制級 就是超過限制級的意思 但是那一部分的話 是被視為觸犯二三五條的 也就是說即使是我們有了 好像限制級 好像有點分類 可是事實上有很大的一塊 自由行政的被判定為是超過的限制級 換句話說 一個警察拿到一本書的時候 他可以判定 這個叫做愉悅限制級 這個超越了 這個超越的話 對不起 這個東西是違法 違法的話就會請訴 真正成人的部分 真正真槍實彈的形線部分 幾乎全部都在愉悅限制級的部分 今天你不到射箭 你可以看得到淡淡 能夠看得到梁朝偉跟湯偉的這個床戲 真的是要感謝台灣脆弱的國族位置 因為我們虛好奧斯卡的那個 觀念的上面 台灣要是今天是一個 覺得自己洋洋大發 他就置我 他就辦了 他就撿了 問題就是我們覺得林安是國寶 加上這個天子 我們希望是以台灣的名義 進入奧斯卡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 可以 因此從現在開始 我們所有的變態 比照色界的尺度來播放 這樣的話我們也許少檢驗 回到這個愉悅限制級 愉悅限制級 不是只針對性 有很多暴力的場面 什麼殺戮 什麼之類的 幾乎也都會排除在外 這一類型的法條 他所做的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出版品分成三塊 然後其中最大的大一塊 基本上就不能出版 就是不能看到 這部分的話我覺得 我們當年在法徵級辦法的時候 2004年到5年的時候 曾經呼呼列列的做了一些事情 讓那個法慢的六個月去執行 可是後來還是沒有辦法打得住 因為基本上台灣的靈異是很怕事 台灣的靈異總是覺得 遇到性的事情 自己的無知的恐懼就發作 然後他就覺得不能有新的想法 不能有新的做法 這個部分也是我今天演講的重要的目的 我覺得你們是新的一代的幾分子 你們的腦筋不能這樣不開通 你們不能還是說 哎呦 現在事情就是不情知道 還是我都不能看到 奇怪的 你們要從哪裡得到知識啊 你們要從哪裡知道別人是怎麼活的 你們要從哪裡知道互動要怎樣進行 你以為人和人混在一起 天內地我就知道發生嗎 那樣子的性 那樣子的愛的品質是怎樣的 在愛情方面 我們有各式各樣的流行歌曲 有各式各樣的電影 各式各樣的故事 各式各樣的偉大的小說 去充實我們對愛情的想像和期望 在性方面我們有什麼嗎 我們想要有好的品質的性生活 可能嗎 你有什麼物質基礎 可以讓那樣的生活存在 你有什麼樣的心理狀態 可以讓你在性的愉悅上面 能夠真的放得開來 能夠讓性成為得到力量和連緣 全緣 這個部分 如果你還是丟不動看 拜託 回頭去看一下《好少女人》 我94年已經寫了 就拜託你們再讀一讀書 去瞭解一下我們當時的理論 我們當時的論證是在說什麼 那樣子的空間必須存在 因為那是人類的幸福 也重要的一個因素 我們需要知道 我們需要能夠接觸 而各式各樣的言論檢查 不管是透過出版女分級辦法也好 透過刑法235條 或兒章529條 都是在遂行某一些人的 非常保守封閉的資訊 好讓別的人 沒辦法接觸資訊 以致於不知好歹 不知道怎麼比較 吃了一輩子的黃蓮 還不知道怎麼樣看命 不過這是我們女性主義 常年來對於情慾不自主的一個 很重要的要求 順便要講一句 如果你們認為女性主義 就是在講情慾自主 情慾自主就說 說不 你就錯了 女性主義有一派是說 是 要 我要 而且不要 我要 發個樣子 我們那個樣子的話 常常被你打壓就對了 OK 時間關係 我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剛剛是有什麼可以放棄 從樓上下來 教授你好 我想要問問題 其實跟今天的主題 也不是非常有關心 我想問的是 有關秀燕裡面 有很多性騷擾的案件 然後我想講是發生兩種戲商 不好意思 我是美術系 而且我們的戲商 就是有一些教授 他們會在一些很小的地方 對學生做出太過關照的行為 比如說 我摸你的頭說 欸 你這個畫得不錯 或是摸著你的手說 欸 那個模特應該怎麼畫 或甚至去碰觸模特的 可是因為我沒有修過那個教授的科 而且我 那些都是我從同學 或是學妹妹聽來的 我想知道說我要如何去幫助我的學妹 還有同學 就是來就是禁止這樣的事件 或是去 欸 其實我知道系上其他教授 是知道這個教授的這樣的行為 通常教授我要怎麼去幫助我同學 這樣子的這些 在女性主義討論性騷擾的案件過程當中 其實也有一些爭議 這個爭議就是 有一些女性主義者 會向你的感覺就是說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我們一定要把他打到死 那可是也有另外一些女性主義就會說 欸 我不知道這個 摸到耳跟這個教授的共識是什麼 就說不要這樣摸頭 欸 很多人摸過我頭啊 那如果說我不要人家摸我頭 我就告訴他說 我不要他摸我的頭 那這個 我們所要保障的是 人們有權力說 我不要你摸我頭 我不要你控制我 而不會遭受到缺後算賬 那我認為反性騷擾最主要的保障 是保障這個 而不是說從今以後 男人都不准伸手 因為我告訴你 有很多女人 還蠻希望他伸手欸 你不能用立法的方式 杜絕了兩個人之間的 可能的不同的互動方式 但是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對於如果摸到耳對這件事情 是難受 你們能不能支持這個摸到耳 去爭取他不受到的 哪一些教授感受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可以做的這部分 因此你也不要耳聞了以後 就義憤填膺然後去做什麼事情 那你去認識一下東部隊好嗎 去問他一下 欸 那個 我們有些同學看到的時候 覺得心裡面覺得有點不好 那你覺得怎樣 主體的意見應該是 夠不夠成性騷擾 很重要的一個規規 但是你要給他那個空間 讓他可以說我喜歡或我不喜歡 而不要說 他如果說我覺得沒什麼 然後你要說 你怎麼覺得沒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事實上我覺得有些 會義憤義的過度 就是替別人去做了他身體的決定 謝謝 不過我主要不想要講 就是那個教授對我們 系上的同學做的事情 好 那就是 他怎麼同學有講話 有 就是他不只對摩托 還有對同學 然後大家 我因為我沒有收音樂課 所以我在想 那些同學之所以不敢講話 是因為那個教授太有名了 對 然後大家都感覺 很多人也感到不舒服 可是大家就是不知道怎麼樣 就是去對這樣的事情 有所管理 然後我想問的是 隨便對這樣子 自己都已經感到不舒服的時間 我們應該要怎麼 如果是這方面的事件的話 第一個 因為你們已經有了一些個人的經歷 可是籠統的說法是不成立的 意思就是說 你不能就這樣說 那個教授都怎樣講 這個在任何的 區別平等委員會 無法處理時間 地點 具體狀態 當時有什麼樣的互動 那有非常詳細的描述 因此我覺得說 從今天開始 或者你們在你們記憶所及的 幾年幾月幾日 什麼地方 那個教授曾經對什麼人 做過什麼事情 當時那個人人被教授表達 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是要有一個紀錄 你的紀錄越詳盡 越豐富 就越能夠去背後 他所謂的有名那件事實 有名的事實 意思就是他的氣募很好 credibility 他的名聲很好 因此你要打卡 那個名聲的時候 就只能用 hard facts 就是具體的事實 任何人想要結束性騷擾的 抗拒的時候 一定要有清楚的人實力的狀態 來當時的互動怎麼處理 把這些東西都寫得清楚 那個青少爾的罪名 才能夠承認得了令 而且逃不了 如果只是容統的說 他可能不喜歡 他可能不喜歡 這樣說的話 是不可能成立案子的 各位在告青少爾案件上 要知道這是一個司法的案件 就是它的操作程序 必須是事實 而不是只有感情而已 事實很重要 這個的話也很好啊 這樣的話 各位就必須要發揮 做偵探的那個本事 就知道什麼叫做事實 什麼叫做細節 什麼東西要寫 我們學校裡面也曾經發生過幾件 有關於青少爾案件 因為我自己在這中間處理 我知道這中間的複雜性 比方說有很多的青少爾案件 不是像你這樣很清楚的 一個權力的結構 比方說男朋友和女朋友之間 那兩人因為要分手了 男朋友不願意放 然後就開始怎樣這樣這樣 這中間會有一種複雜的情緒 不是很簡單的說單向的東西 所以最重要是要比較詳盡 所以如果你想要幫助這些同學的話 第一個就是 約幾個人就坐下來 開始解一些記憶 把一些人時避寫清楚 而且那個不要說只是趴 碰我的頭 而是哪裡 Exactly 哪裡 然後是多久 是怎樣的狀態 具細迷移的記憶 你越具細迷移就越具體 越具體的話 任何外人看起來都會說 這個是事實 不可能寫得那麼詳盡 不能寫得那麼清楚 你有具體的事實以後 才能夠積極的去提出 另外如果你證據就收集好以後的話 通常第一 你的校面一定有是一個名的 叫你會 這個是一個提案的地方 可是你不要只是向他提案 同時的話 可能你會向相關的系所送他 特別是如果這個是一個特殊的系所老實話 要知會他的系所也是有同樣 所以這兩份你一定要 如果你害怕說 你們需要恨恨 如果你害怕說 他們會不處理合政 就有第三個他們 第三個他們就送到 某個部門房子去之類的 或者說像行政院有股權會 同時有執管齊下的時候 這個案子就會足夠的壓力 就非處理不可 然後在形成了這種周圍的公眾意見以後 其他想多有 就非處理不可 像你這樣 我不是叫你加油 你要說怎樣做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要怎樣才能夠再強力 謝謝 今天這十年關係很遺憾 各位同學如果還有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就是上網 而且我們學校有相關的 其實開了不少這方面的課程 同學可以歡迎選修 然後最後呢 我們一起給何教授 可以給各位自己鼓勵來鼓勵 謝謝 好 我現在關注了大概兩天這個時間 非常謝謝賴所長跟何教授 兩分鐘請看第一件事情 我想學校一定會處理所謂的性別的 或者所謂的 剛剛所提的問題 我想會放心 會吃愛的 但是重視其實這問題很好 剛剛知道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這樣 另外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是 類似這樣的演講 我們是非常強調是讓對同學的技術好 不同的玩耗不同的學習 而且讓你會有 我想提供幾間合同師做非常好的石板 給你另一個層次來看待問題 換句話說 我們會提供類似這樣的主題 那同學你多如同 我們強調一個言論的自由 強調一個所謂的 可以選更狂言的層次 所以呢 接著下一件事更簡單 我們會 經由這場演講 我們會辦所謂的真文 因為我們會把它當校友 更擴大這樣 所以呢 演講完畢以後 我們會有真文 真文也有 當然小小的講題也不錯 MP3這樣 那所以呢 我們每一次的演講 都有所謂真文這樣 那個真文是怎麼處理的 我們真文是圖書禮卷 圖書派 去年了 臥臭了這樣 我們進步了 我們送人比賽 送圖書禮卷 你可以去買新家 好 這是我們的真文比賽 你看我們的公告文 那我們希望 我們每次都會這樣辦 我們希望讓各位的風式的講座 我們更具體 更有效果 那真文的好的文章 我們一樣放到 配合這次的演講的講到 我們可以放到我們的網頁上面去 可以看同學是一個 一個新的談明講 那最後一件事情是 我們要做的 請各位這輛車要到 一次把那個 這次的書面帶走這樣 好 那就謝謝大家 下一場的公視講座 希望各位有再來 還有謝謝在課程前的老師 謝謝各位老師 如果說可以的話 歡迎下次再到來 謝謝大家 tofu 謝謝希望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